咱今天这个复习课啊 其实以前都讲过 你要不信的话出门右转 咱们以前讲过名字和这个避讳的问题啊 但是清平月里面这个电视剧 一演到具体情节的时候 还是有人不停地问 比如说第一个最常问的就是 在梁怀吉 其实他刚进宫的时候叫梁元亨嘛 他怎么着让人家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说这么重的惩罚呢 梁元亨 元亨力真的元亨 哪出错了呢 你看他说我这个元亨是元亨力真的元亨 这元亨俩字没问题 关键是出在这个真了 你想想当时的宋仁宗赵真叫什么 对不对 这明明白白是犯了皇帝的会 你直呼皇帝的这个名了 当然了咱说这个音同字不同肯定也不行 你说这个他为什么介绍元亨 非得用这四个字来呢 这个元亨力真这四个字 原本是周易里面的一句挂词 那你听听后面人家这个老师怎么解释的 前元亨力真 元者善之长也 亨者家之会也 利者一之和也 真者是之干也 君子体人足以长人 家会足以合理 利物足以合意 真顾足以干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 顾约钱 所以人家孩子在这引用这句话来介绍自己说我就是这两个字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现代人拿一句这个流行歌曲的歌词来介绍呀对吧我是我我叫忘情 哪个忘情呢就是忘情水那个忘情 忘情没问题的后面那个水有可能是犯了你领导的这个名讳了就这么着嘛对吧 那有些人又这个奇怪了说刚才你看那个先生讲的时候他怎么就不知道避讳呢那当时还当着皇帝的面呢哎这又是另外一个讲究了叫灵文不会什么叫灵文呢灵就是你面对着文就是人家这个文本这个文章是不是那我就是为了念这个文章呢里面有一个字半个字的犯了皇帝或领导的明会这种情况是可以特殊的但实际上你也知道他要看皇帝的脾气了对不对咱们在这这个人宗是出了名的好脾气 所以他比较有恃无恐了好那除了这个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经常问的就是皇帝怎么管张茂泽叫平府呢你先搞清楚这个平府是什么平府是张茂泽的字嘛所以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就总是这样的你要是没点文化呢人家这个主人公他到底是盛气凌人还是平易近人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咱们原先在讲这个名和字的时候怎么说你这个名是谁来叫的家长叫对吧领导叫你看看在这个 清平阅电视剧里边皇帝是不是一直管他叫的是茂泽 对呀人家是皇帝啊多大个领导所以他叫茂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皇后为什么这个时候管他叫平府呢 刚开始的时候皇后其实也是叫茂泽的但是他俩的相处越来越多对吧他就发现人家这个平府对他特别的好 给他很多很多的这个好的建议对他非常的关心所以皇后其实你想想本来应该管他叫什么的应该叫茂泽肯定没问题也是他大领导啊是不是 但是人家皇后他自己开始叫了这个平被人才叫的这个字那说明什么 说明人家皇后把张茂泽当成自己的平等教授的对象你应该能理解这应该是皇后对张茂泽这个人的最大最大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奖励了吧 对吧我把你当朋友了那你想想这一来是情感上的亲近二来这对他的地位是个多大的抬举 哎呀这是咱们你看讲过的知识点对不对要活学活用不过呢我也一点都不生气 老师当官了吧这个脾气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好 老祖宗孟子就说了当老师的教学生你得身之以孝体之以 你知道这个身是啥意思吗 你知道这个身是啥意思吗